我相信各位对于这个 2022 年的 Proton Iris 应该会蛮有兴趣 只是因为目前的情况你可能很难去到这个展示停试车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位小姐姐来分享一下 她跟她的 2022 年 Proton Iris 的相处感受 然后这位小姐姐自称是 巨号女王 然后我们让这个巨号女王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叫 Debbie 然后 然后我好像明白为什么你会叫巨号女王 因为你就是大家好 我是 Debbie 然后就没有下一句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 差不多就是你问我什么我就答你什么的话就巨号了 OK Clear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啦 就是首先你的 Iris 是什么版本 我的是 1.3 Standard 1.3的 Standard 版本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辆车 因为我大概有看过其他的比如 Asia 然后 Myvi 过后选择 Proton 是因为 它销量 然后他们说 Proton 会比较稳 如果是要加远路的话 所以我才选择了 Iris 所以你偶尔是有加远路的需求啦 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的话 我可能会需要转 出外拨就需要转 例如可能你会从雪龙区到哪里最远的话 呃 So far 最远 现在可能去 呃之前我有去过 上副床吧 我觉得 So far 最远的话 哦 对 所以其实你还是在这个 雪龙区里面转啊 对 然后 你刚才有讲到你就是 选择这辆车是因为它小 所以对你来讲灵活性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容易 Parking 还是什么 对 Parking 哦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本身的女性朋友 她们买车都是会选择这种小型车 哎 主要就是为了它很灵活 然后很容易 Parking 尤其是像是现在的都会女性 通常都是在城市里面工作 然后他们在城市里面开车的时候 要找到 Parking 如果你开的是那种大车 SUV 或者是 Sedan 要 Parking 真的是比较靠工夫 可是这种小型车的话 应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刚才我听你讲的话 那其实你应该也蛮在意车子的安全性 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你是要稳定安全 这样子我问你 其实你知道你的车子 在这个 ASEAN MCAT 的测试里面 拿到满分五颗星的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深入研究 所以你现在知道它是拿到满分五颗星的成绩 你会觉得有 surprise 吗 还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啦 因为我已经买了 就算它没有你也是要接受啦 对 OK 这个答案其实还蛮出人意料的啦 其实 Iris 这款车 在安全配备来讲 其实都是蛮有诚意的 因为它的 ESC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几乎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然后 1.6 的 Active 版本 它有 6 个 Airbag 然后它还有这个 LED 灯 还有这个 Auto 的大灯 启动 其实这些功能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诚意的啦 接下来我们来让 Debbie 分享一下她对这辆车的用车感受 其实这台车你开了多久 大概快一个月了 大概快一个月 然后你跟这台车相处了一个月 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关于你对这辆车的感受 这辆车的 USB 出口很多个 就很方便 如果可能可以插 Pen Drive 然后拨 Dash Cam 啊 然后还可以充电话 因为我电话可能很快就没有电了 所以在车一定要充电 所以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刚才我有注意到你有两台手机 一个是工作的 所以两台手机都要充电的话 再加上你 Tinker 的 USB 就真的是刚刚好 而且后面还有 如果你后面有载人的话 然后他们也不会跟你抢 对 所以挺好的 你觉得这个整个 interior 它的中控台的 Design 怎么样 我个人是没有很在意 interior 可是觉得还不错 就简单 实用啦 对 那这一点我是真的赞同啦 因为我本身是旧款车的车主 那个冷气旧款只有三个旋钮 所以很多功能上面是没有的 可是在新款上面 它就变成了一个 Design 然后它也多了很多功能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那个 Design 还蛮美的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Design 但是我觉得就算你不看设计 它还是实用的 新颖的款式吧 对 还蛮抓人眼球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让 Debbie 分享一下您对您的爱车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还蛮容易驾的 然后容易乘客 因为它小了 嗯 所以就挺好的 如果是要出路的话 这些都OK 或者找乘客 这些都方便我们 嗯 因为我刚才有听你讲 我觉得你可能你的工作 你从家里去工作的话 那个路段是那种可能小路 或者是 City Drive 比较多 嗯 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这个路段 对这辆车是不是很容易驾 嗯 嗯 算是蛮容易的啦 嗯 所以有符合到你当初选小车的需求啦 有啊 容易乘客 然后稳 嗯 说到内装的话 其实我还是要补充一点 就是在我之前试驾这个 1.6 Active 的版本的时候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影片 可以点击这个上方的小白点啦 我在试驾这辆车的时候 我对它的这个内装 有几点很吸引我 第一点就是那个 红色的那个安全带 那个红色的安全带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真的会给你一种热血的感觉 嗯 因为那个红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的内装里面有很多红色的线条 让这个车子有比较不一样的层次感 最重要的是那个 Voice Command 的系统 你应该有听过对不对 那个 High Proton 的功能 有听过 其实这个 High Proton 的功能蛮好玩的 你只要跟它讲 High Proton 我很热 它就会帮你把 Aircon 的温度降低 然后你叫它开窗还会开窗 甚至你叫它去帮你找你喜欢的歌手 你要听它的歌它都可以做到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功能啦 如果你很在意这种功能的话 那我建议你去看一下这个 1.6 的 FD 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Debi 他对这个车子的空间感受怎么样 OK Debi 回答之前我自己先来讲 这种车就是给单身购买的啦 你又不用载女朋友 你又不用载月母 你最多就是载你的租本购买而已 所以这样的空间表现够了啦 你看 一次过 Interview 两个车子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对于空间 空间如果是给一个人的话 其实是真的蛮够用啦 因为通常也是只有我自己在家 我也没有什么带朋友 家人也没有啦 没有 因为我不是这里的 哦也不是这里的 我不是这里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够用嘛 所以就是 平时就是东西塞在 Bag 里面丢旁边就行了 对不对 不然就放后车箱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用啊 鞋啊什么都放在车里面 所以对你来讲其实蛮够用啊 一个人的话是没有问题 你对那种置物空间啊 好像那种杯架啊 然后放手机的位置你在意吗 会觉得会需要啦 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更好 这一点是我羡慕新 Iris 车主的地方 因为我们旧款的车 那个空间真的不是很够 可是我坐进新款里面去 我的皮包要怎样丢 我的手机要怎样丢 都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那个 Armrest 我真的觉得这个 Armrest 很重要 尤其是你开长途的时候 你手算了你还可以放下 然后这个 Armrest 打开里面还有空间 你还可以放点东西 这个真的是很好 现在 Debbie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他对这辆车的心得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有分享 就是 Engine 的部分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请过一些 Proton 的车主上来 他们都是开这个 1.6 的版本 1.3 的版本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让 Debbie 分享一下 你对这个 1.3 的引擎的用后感受 个人是觉得可能 没有力啊 可能你驾过其他更有力的 你就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 没有那么有力 尤其是可能要出路的时候 或者在 Highway 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要割车 它会慢了一点点 如果是 City Drive 来说 City Drive 的话就没有问题哦 City Drive 是很够用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 1.3 的车主 这个我其实还蛮认同的 因为毕竟它的引擎底气就是在这边 所以 1.3 的版本 在 City Drive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City Drive 可以讲是很轻松的 可是 大家上了 Highway 之后 如果你是顺顺开 你开一个 100-110 是 OK 的 但是你可能真的是 overtaking 的时候 就会吃力一点 在这边 如果说 你本身开车是很少上 Highway City Drive 居多的话 1.3 的版本非常足够 如果是你时常要跑 Highway 的话 那么请选择 1.6 的版本 因为 1.6 的版本 实际上动力表现在同级的车款 就算是包括日系车 包括欧系车来讲 都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 如果让你再选择多一次 你会选 1.3 还是 1.6 1.3 还是 1.3 因为你 City Drive 多 基本够用就好了 嗯 所以总结就是 这个动力基本上是够用的 如果说今天问你 你会不会推荐这台车 给一些跟你有相同需求的消费者 你会不会这样推荐 我会推荐 如果是像我一样 可能就是 只要找一个小辆的 然后又安全的 容易 parking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辆 所以你觉得这台车 其实是适合女性车住的 安全至上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安全这个东西是很多钱买不到的 然后你觉得这个车的价位 给你的东西你满意吗 嗯 我觉得整体还可以 然后里面的车里面的配备 像是它的唱机啊 所以都是你满意的地方啊 基本的话我都觉得OK 都觉得OK 对 所以你会觉得物有所值吗 我觉得可以 可以的话我们就向这个镜头逼个 赞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Proton Iris 的车主分享 心得的影片 如果大家觉得这次的影片还不错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啊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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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